温州新闻广播,以下是公益广告时间。 同学们,图片上都有什么动物啊? 老师,我知道,我知道! 这是蛇! 这是乌龟! 这是穿山甲! 对,那大家知道这些动物住在哪里吗? 在水里! 在山洞里! 在树上! 不对,老师,他们都住在饭馆的笼子里! 啊? 如果这些动物再不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, 那么有一天,他们将永远从孩子们的视线里消失。 关怀生命,尊重自然,请爱护野生动物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同学们,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。 那是什么音乐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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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。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,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有人在砍拔大树制作棺木。 有人在围栏土地建造墓穴。 当活着的人,以这样的方式安排过去的生命,生命与自然的和谐,就被破坏了。 对王者的最好怀念,就是以和谐的态度对待生命的存在,以和谐的方式对待生命的离去。 倡导火化,保护耕地,规范三藏,让逝者安宁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公元前484年,曾子返回鲁国。 家中生活很是艰难。 一天,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。 母亲,我也要去集市,我也要去嘛。 你回家去,等我回来,给你杀猪吃。 真的,不能骗我。 过了一个时辰,曾子的妻子从集市回来了。 来,帮个忙,快把猪给捆上。 夫子,为何杀猪? 我与孩子开玩笑,哄哄他而已。 何必当真? 哎,对小孩子是不能哄骗的。 小孩子没有识别能力,跟随父母学习,听从父母的教诲。 现在你欺骗孩子,就是教他欺骗。 母亲欺骗儿子,儿子就不相信他的母亲,就无法进行诚实教育了。 这天晚上,曾子一家的晚饭,吃的就是猪肉。 传承诚信美德,祝祝诚信社会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我们是冰子和细菌,游脏游会能怎么疾病。 别看我小威力无穷,伤人害人,嘿,没我,不行。 垃圾堆,下水道,都有我的大家庭。 交际广,朋友多,蟑螂,老鼠和温营。 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大家讲卫生。 没猪躲,没偷藏,再也不敢逞英雄。 有证据表明,一口唾液中会驻扎成千上万的病毒。 唾液中的病毒和细菌可以通过空气广泛传播疾病。 请大家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,注意遮掩口鼻, 不给病菌传播以可乘之机。 关心他人,快乐自己。 健康我们大家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。 来,来,来,来。 梁子,说过,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? 我呀,我想给我女朋友买出鲜花。 哇,好浪漫。 你看我,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。 臭美。 我有个提议,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? 好主意,好主意,好主意。 小燕,你怎么不说话啊? 有什么打算吗?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。 我在想,给他们买些什么。 鹏城千万里,始于父母恩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放学了,孩子们要回家了。 爷爷奶奶奶,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。 四季师傅,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, 请注意,减速慢行,给孩子们让条路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人之初,幸本善,幸相近,其相远,搞不掉。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,只有两件。 一件是根基,一件是翅膀。 谁来为三一六千七百万未成年人, 锻造一个厚德在务,博大精深的根基。 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,自由灵动的翅膀。 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,也是全社会的责任。 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,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, 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大家好,谢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 故事的名字,教师彦,带秘密的复林医。 他们听不见声音,用心去倾听花开的声音。 他们看不见阳光,用心去描绘七色的彩虹。 他们没有健全的肢体,用心去感受生命的灵动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好了,这一期的西洋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。 衷心的祝福。 这一天呢,又过去了。 咪雅,乖,你想说的什么? 妈,我回来了。 嘿,回来了,今天能在家住吗? 妈,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。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。 妈,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? 不要什么。 妈,您每次都这样。 您需要点什么,我一定给您带回来。 我,妈,您就说吧,多贵,我都给您买回来。 那,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? 无价的关爱,从心灵开始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播,公益广播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过吧,没车了。 旅灯还没亮呢,不能走。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啊? 你才傻呢。 红灯平,绿灯行,最基本的交通法规,都不懂。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,请记得看看人行横盗灯。 温州新闻广播,公益广告。 哎,每天一大堆工作等着做,真累啊。 老婆一天有事没事,刀子没完,好烦啊。 心情不好,讲个故事让你们听听。 古时候,有位老婆婆有两个儿子。 大儿子卖盐,二儿子卖伞。 雨天的时候,老婆婆愁啊,愁大儿子晒不了盐。 晴天的时候,老婆婆还愁,愁二儿子卖不出伞。 后来,好心的邻居劝她,调个个儿想想。 雨天,二儿子可以多卖几把伞。 晴天呢,大儿子可以多晒好些盐。 这么一想,老婆婆果然开心起来,再也不是愁眉哭脸的了。 咦,这么一想,我们真的觉得心情好多了。 凡事多往好处想,清零自然充满阳光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